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中视新闻全球报道 我们带来关心这起拖板车撞进了加油站的恐怖车祸 在下午三点钟有一辆拖板车冲进了台中台湾大道四段上的加油站 而且是撞毁了油罐车泄油的油孔 下方连接的旧式油槽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 惊险万分 而拖板车的驾驶还一度受困在车上 被救出时满身鲜血 台首例屏东万丹这名男子他拿到的三倍券跟别人的不同 这两张五百都还没有用呢就已经出现了缺损一大块 连续号都没有办法辨识能用吗 政府说不管是折到还是污损只要能够辨识都能用 但是有店家连对折的三倍券都不肯收 这其中还包含了知名的日式猪排店 以及连锁素食店的分店 不收就是不收 期间这出游的问题却很多 有人是气到一肚子火 像是有一名李先生他要到小琉球 在订房网站他订了两碗住宿 信用卡扣缴了大约是一万块钱 好事情到这里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就在出游的当天 订房网竟然帮他自动的再多订了三个房间 这莫名其妙他整整多付了一万八千元 而更让他傻眼的是 打电话跟订房网申诉没有用 对方虽然说是自己的系统问题 却迟迟没有帮忙刷退 到现在都拖了一个月了 还是没有下文 心情暴躁是因为真的太热了 高雄市府在七年前就推出了全台第一座的 机车遮阳棚 要价不菲可是要二十万元 但是有很多骑士坦言根本没有作用 原因就是太阳会动 而光会从不同的角度再照进来 还不如躲在树荫底下比较防晒 这二十万似乎是白花了 网友酸说 多重点数 CP值还比较高 去开卖三倍券第五天 再加上今天开放大家预约买券 到了下午已经卖破四百万份的三倍券了 邮局强调 大家不要担心会买不到 因为库存还维持在两百万份 同时也顾及上班族可能礼拜六才会有空来 8月1号星期六 全台邮局还会再加班卖券 网站卡卡差点以为领不到了 体育署推出的四百万份动资券 在今天开始上网登记 网络很不给力 当机了十个小时后才顺畅 民众也真的抢破头 截至下午四点钟 已经有超过六十九万人登记了 这动资券可以用来看比赛 做运动 双北国民运动中心都适用 而买球鞋等运动用品 更可以直接抵五百块钱 仔细都要排队 因为安装冷气不是随买随装 维修师傅严重不足 如果你的冷气坏掉的话 维修师傅也超难预约的 有时候你可能要等上一个月 很多人开始觉得 买电扇好像比较干脆 网购平台就公布了销售的排行榜 有遥控又能够定时的平价直流风扇 是今年夏天最受欢迎的款式 这游乐园晚上玩更好 像是六福村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 从原本的五点休圆 延长到晚间八点 还加码推出了百万烟火秀 兵务派对来吸引人潮 不让六福村专美于钱 力保乐园也跟进延长营业的时间 不管是海上或是路上游乐设施 都让你从早晚到晚 镇子到东部的游客大增 不过问题来了 台铁台东站有旅客抱怨 说搭上火车之后 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 就是买不到台铁的便当 甚至有人很辛苦 从第九节车厢跑到了第二节车厢 要买便当还扑了个空 台铁解释 平常车上台铁的便当数量都不会太多 如果你怕吃不到 可以在网络订车票的时候 一起订便当 搭车的时候就会有专人服务 把便当送到你的座位上 国旅夯现在更划算的是 全国12处国家森林游乐区 在年底之前 每一个人可以免费入园一次 既然机会只有一次 网友精打细算 从车程到票价大PK 距离台北最近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被认为是CP值最高的 以假日每人200块入园费来计算 一家四口就可以省下800元 标高温 在今天南投下午2点钟测到了39.5度 云林彰化也罕见的标破了38度 而今天尖锋用电量更是创下了史上第三高 天气这么热 其实对机车族来说是最大的折磨 比方说在太阳下停等10分钟 坐垫的温度居然可以标到70度 简直屁股都快要烧红了 因此有些降温防烫的法宝出笼 像是可以使用冰镇喷雾 或者是套上隔热坐垫 都能够有效降温大约20度 现在时间是正中午的12点22分 而这个机车经过了太阳曝晒之下 随便一摸都觉得很烫 实际来测试看看究竟有多高温 仪器上显示70.7度高温 坐上去不到10秒就烫得受不了 更何况穿短裤的正妹 根本就是现成烤肉 汉婷在 这件事情不能不小心 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 在南投谱里有一家4.4克星的高评价 主打提供水下摄影服务的高评价民宿 被民众爆料 这民宿的少东竟然是偷拍狼 他会引导女性到装有针孔的预测来更衣 目前已经至少有14位女孩子受害了 第一时间嫌犯到警局投案 但是多名被害人遭到偷拍都决定要提告 而上午民宿老板带着儿子出面鞠躬道歉 嫌犯声泪俱下 他哭着道歉也承认犯案 那已经可以接受三倍券来天香油钱了 南投竹山紫南宫更是接受民众使用三倍券 还发财金还可以请金鸡回家 短短5天下来 现在已经收了超过15万元的三倍券 不过针对还发财金是否要用现金 民众的看法不一 妙方则是强调心诚则灵 收来的三倍券会再转送给入市团体 发挥更大的效用 花莲公正街上的两家包子名店 公正包子和周家争角 这是很多观光客到了花莲并肠的小吃 而店外也经常是大牌长龙 不过日前有网友po出了一张照片 公正包子的门口冷冷清清 但是另外一家却是大牌长龙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是花莲也遇到了报复性的消费人潮 饭店业者下的订单太多了 才会造成包子店忙着做包子 却不对外贩售的奇怪现象 扎氏变色锡是全球知名的外来入侵种 这几年来是大举入侵花莲 有七星潭东华大学等七处社区都沦陷 县府很担忧这会损害本土的生态 花莲领馆处就开课了 开办的是认识沙士变色锡的课程 要邀请大家从认识到捕捉 一同加入除掉外来蜥蜴 保育生态的行列 北海岸知名的三大鬼屋之一 石门的海湾新城 现在其实还有民众住在这里 由住户控诉新北市政府 以要彩绘阳台为由 跟他们每户收了17万的彩绘费 新北市府说这是因为有多次接获检举 说这里太脏太乱 才打算要重整 并非是抢收费用 但这里成了年轻人探险的鬼屋 其实在刚落城的时候 很多大亨像是润泰集团总裁 尹远良 还有金金石叶家族 都有在这里致残 军队美军购出现了重大的程序输漏 美国安和局在7月9号发布 对台出售总额大约是新台币182亿元的爱国者三型飞弹 严寿案 但现在被爆出 此案包括了国防部长还有空军司令 竟然在美方当天对外发布之前 通通不知情 也就是未曾核定此案 但是回顾发布消息的当天 从国防部外交部再到总统府 还发声明感谢美国的具体行动 现在这也让立委怒批 没有通过程序办理审查的案子 美方片面的宣布 我们要硬吞下来 还要跟美方说谢谢 记得最新消息 美国加州的奥克兰 有一处华人聚集的工业区金船枪击案 监视器画面就拍到了 有一位持枪的口罩男 他疑似为了要行枪 冲入了仓库里头 和另外一位白衣男子交火 而在过程中有一位33岁的台湾籍女子 被子弹击中 在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日本连锁回转寿司店 如今多了一道菜色 叫做AI鲍鱼 顾名思义就是AI人工智慧 帮你挑选的顶级鲍鱼 就算一盘要两倍价格 还是让很多的韬客趋之若鹜 它吃起来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在日本节目中黑猩猩小庞还有动牛犬 詹姆士这绝佳组合曾经红遍全亚洲 如今小庞退休了要由他的女儿布丁接放上节目 父女俩相似的模样让很多观众直呼好有趣 最近布丁还担任了阿苏市当地的观光大使也引发话题 唐将今年入训以来最大的洪水在19号通过了三峡大坝 这让大坝承受巨大的压力连续的泄洪 而此时大陆的官媒竟然在报道当中出现了三峡大坝 位移 渗流 还有变形的字眼 外界解读这是大陆首度承认大坝出了状况 海豚表演大小朋友都很喜欢 然而演出的可爱海豚在背后事实上常常饱受囚禁虐待 出现过牢或者是抑郁而死的情况 美国有研发团队打造了一只仿字评比海豚的机器海豚 希望可以取代圈养海豚 只不过这一只要价不菲竟然要18亿台币 在大陆有一首歌非常红 歌名叫做《达拉蹦吧》 光皮歌名实在是看不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到底为什么红呢 演唱者是曾经演唱严心攻略片尾曲许落下的声音的周深 他身高161公分 年仅26岁 但是音域极广 他在短短4分钟的歌曲里是一个人 可以用5种唱腔 诠释包括男女老少等5个角色 不只唱腔难 歌词更难 这高难度的演唱 让金曲歌王肖敬腾都拍手叫好 而这影片也瞬间在网路爆红6天之内就创下800万的点击率 中京的三立欧彩虹乐园关闭了5个月 终于在今天重新对一般的民众开放 游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戴上口罩的Hello Kitty跟你挥挥手 而这一幕有的粉丝甚至感动到哭了出来 在阳苏